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提笔写下这最后一案,记下我的朋友谢洛克·弗尔摩斯杰出的天才。 还记得,自从我结婚及婚后开业行医以来,弗尔摩斯和我之间极为亲密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变得疏远了。 当他在调查需要个帮手的时候,依然不时地来找我,不过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少了。 我发现在1890年,我只记载了三件案子,这年的冬天和1891年的初春,我从报上看到弗尔摩斯受法国政府的聘请,承办一件极为重要的案子。 我接到弗尔摩斯的两封信,一封是从拿尔邦发来的,一封是从尼姆发来的,由此我猜测他一定要在法国逗留很长时间。 然而非常出人意外的是,1891年4月24日的晚上,我见他走进了我的诊室,尤其是我吃惊的时,他看来比平日更为苍白和消瘦。 他看到我的神情,不等我发问,抢先说,不错,我进来把自己搞得过于精疲力尽了。 最近我有点吃紧,你不反对我把你的百叶窗关上吧? 我平时阅读的那盏灯摆在桌上,室内仅有这点灯光。 弗尔摩斯顺着墙边走过来,把两扇百叶窗关了,把插销插紧。 你是害怕什么东西吧? 对,我害怕。 怕什么呀? 怕气枪的袭击啊! 我亲爱的弗尔摩斯,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想你对我是非常了解的,沃森。 你知道我并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可是如果你危险临头了,还不承认有危险,那就是有勇无毛了。 能不能给我一根火柴? 弗尔摩斯抽着香烟,好像很喜欢香烟的镇静作用似的。 很抱歉,沃森,这么晚了还来打扰你,可我还必须请你破例允许我现在从你的花园的后墙翻出去,离开你的住所。 诶,可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呢? 他把手伸出来,我借着灯光看见他的两个趾关节受了伤,正在出血。 你看,沃森,这并不是无中生有,这是实实在在的,甚至可以把人的手指弄断。 尊夫人在家吗? 他外出访友去了。 真的?就剩下你一个人了吗? 是的,那么我就便于向你提出,请你和我一起到欧洲大陆去做一周的旅行了。 到什么地方? 哦,什么地方都行,我无所谓。 这一切都是非常奇怪的,福尔摩斯从来不爱漫无目的地度什么假期,而他那苍白憔悴的面容,使我看出他的神经已紧张到了极限。 福尔摩斯从我的眼神中看出了这种疑问了,他把两手的手指交叉在一起,胳膊肘支在膝盖上,做了一番解释。 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个叫摩利亚蒂教授的吧? 哦,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天下真有英才和奇迹啊,这个人的势力遍及了整个伦敦,可是没有一个人听说过他,这就是他犯罪的记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我严肃地告诉你,沃森,如果我能战胜他,如果我能为社会除掉这个败类,那么我就会觉得我本人的事业也达到了顶峰,然后我就准备换一种比较安静的生活了。 有件事请你不要告诉外人,近来我为斯坎迪、纳维亚皇室和法兰西共和国办的那几件案子给我创造了好条件,使我能够过上一种我所喜爱的安静生活,并且能够集中精力从事我的化学研究。 可是沃森,如果我想到像摩利亚迪教授这样的人还在伦敦的街头横行无际,那我是不能安心的,我是不能静坐在安乐椅中无所事事的。 那么,他都干了些什么坏事啊? 他的履历非常等闲,他出身良家,受过极好的教育,有非凡的数学天赋,他21岁的时候写了一篇关于两项式定理的论文,曾经在欧洲风行一时。 借此机会,他在我们的一些小学院里获得了数学教授的职位。 显然,他的前程也是光辉灿烂的,可是这个人秉承了他先世的极为凶恶的本性,他血液里奔流着的犯罪的血缘不但没有减轻,并且由于他那非凡的智能反而变本加厉,更具有无限的危险性。 大学区也流传着他的一些劣迹,他终于被迫辞去了教授的职务,来到了伦敦,打算做一名军事教练。 人们只知道他的这些情况,不过我现在准备告诉你的是我自己发现的情况。 你是知道的,沃森,对于伦敦那些高级犯罪活动,再也没有谁比我知道的更清楚了。 最近这些年来,我一直意识到,在那些犯罪分子的背后有一股势力,有一股阴险的势力总是成为法律的障碍,庇护着那些作恶的人。 我所办理的案件五花八门,伪造案,抢劫案,凶杀案,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感到这股力量的存在。 我运用推理方法,发现了这股势力在一些未破案的犯罪案件中的活动。 虽然这些案子我个人并未应邀承办,多年来,我想尽办法揭开隐蔽这股势力的黑幕。 这一时刻终于到来了,我抓住了线索,跟踪追击。 经过千百次的曲折迂回,才找到了那位数学名流退职教授,莫里亚迪。 他是犯罪界的拿破仑,沃森。 伦敦城中的犯罪活动,有一半是他组织的,几乎所有没有侦破的犯罪活动都是他组织的。 他是个奇才,哲学家,深奥的思想家。 他有一个人类第一流的头脑,他像一只蜘蛛蛇浮于猪网的中心,安然不动。 可是猪网却有千丝万缕,他对其中每一丝的震颤都了如指掌。 他自己很少动手,只是出谋划策。 他的党语众多,组织严密。 我们说,如果有人要作案,要盗窃文件,要抢劫一户人家,要暗杀一个人。 只要传给教授一句话,这件犯罪活动就会周密组织,付诸行动。 他的党语即使被捕,也有钱把他们保释出来,或为他们进行辩护。 可是指挥这些党语的主要人物却从未被捕,连嫌疑也没有。 这就是我推断出他们的组织情况,沃森。 我一直在全力揭露和破获这一组织。 可是这位教授的周围防范措施非常严密,策划的狡诈异常。 尽管我千方百计,还是不能获得可以把他送上法庭的罪证。 你是知道我的能力的,我亲爱的沃森。 可是经过三个月的努力,我不得不承认,至少我碰到了一个智力与我势均力敌的对手。 我佩服他的本事,胜过了厌恶他的罪行。 可是他终于出了个纰漏,一个很小很小的纰漏。 不过,在我把他盯得这么紧的时候,这点纰漏也不应该出。 我既然抓住了机会,就从这点开始,到现在我已经在他的周围布下了罚网,一切就绪,只等收网了。 在三天之内,也就是下星期一,时机就成熟了。 教授和他的一帮主要党羽就要全部落入警察的手里。 那个时候,就会进行本世纪以来对罪犯最大的审判,弄清楚四十多件未劫的一案,把他们全部判处绞刑。 可是如果我们的行动略有不周,那么你知道,他们甚至在最后的关头,也能从我们的手里溜走的。 如果能把这件事做得使摩利亚蒂教授毫无觉察,那就万事随愿了。 不过摩利亚蒂实在是诡计多端,我在他周围涉网的每一步他都知道,他一次又一次地竭力破网而逃,我就一次又一次地阻止了他。 我告诉你我的朋友,如果把我和他暗斗的详细情况记载下来,那必定能以光辉的一页载入明枪案件的侦探史册里。 我从来还没有达到过这样的高度,也从来没有被一名对手逼得这样紧,他干得非常有效,而我才刚刚超过他。 今天早上我已经完成了最后的部署,只要三天的时间就能把这件事情办完了。 我正坐在室内通盘考虑这件事,房门突然打开了,摩利亚蒂教授就站在了我的面前。 我的神经还是相当坚强的沃森,不过我必须承认,在我看到那个使我耿耿于怀的人站在门槛的那一瞬间,也不免吃了一惊。 我对他的容貌十分的熟悉,他个子特别高,销瘦,前额隆起双目深陷,脸刮得光光的,面色苍白,有点像苦行僧,保持着某种教授的风度。 他的肩背,由于学习过多,有些狗搂,他的脸向前伸着,并且左右轻轻地摇摆不止,样子古怪而又可悲,他眯缝着双眼,十分好奇地打亮着我。 最后,他终于开口说话了。 你的前额并不像我所想象的那样发达,先生。 你摆弄睡衣口袋里已经上了子弹的手枪,那可是一个很危险的习惯。 事实上,在他进来的时候,我立即意识到我面临巨大的人身危险,因为对他来说,唯一的摆脱困境方法就是杀我灭口。 所以我急忙从抽屉里抓起了手枪,偷偷地塞进口袋里,并且隔着衣服对准了他。 他一提到这一点,我便把枪拿了出来,把机头打开,放到了桌子上。 他依然笑容可居,迷缝了眼睛。 可是他的眼神中有一种表情,使我暗自为我手头这支手枪而感到庆幸。 他对我说, 你显然不了解我。 不,恰恰相反。 我认为我对你的了解非常清楚,请坐教授。 如果有什么话要说,我可以给你五分钟的时间。 凡是我要说的,你早就知道了。 那么我的回答你也早知道了。 你不肯让步吗? 绝不让步。 他猛地把手插进了口袋里,我拿起了桌上的手枪。 可是他只不过掏出了一本备忘录,上面潦草地写着一些日期。 他微笑着对我说, 一月四日,你阻碍过我的行动。 二十三日,你又挨着我的手脚。 二月中旬,你给我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三月底,你完全破坏了我的计划。 在四月将近时,我发现由于你的不断迫害,我肯定有丧失自由的危险。 事情已经是忍无可忍了。 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你必须住手,福尔摩斯先生。 你知道,你真的必须住手了。 那就过一个星期再说吧,我的先生。 我确信,像你这样聪明的人会明白的。 这种事儿,只能有一种结局。 那就是你必须住手,你把事情做绝了。 我们只剩下这一种办法了,看到你把这件事绞成这个样子。 这对我来说,简直是智力上的一种乐事。 我真诚地告诉你,福尔摩斯, 如果我被迫采取任何极端措施, 那是令人痛心的。 你笑吧,先生。 可是我敢向你保证, 那真的是令人痛心的。 干我们这一行,危险是不可避免的,教授。 这不是危险,是不可避免的毁灭。 你所阻挠的不单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强大的组织。 尽管你聪明过人,但你还是不可能认识到这个组织的雄厚力量。 你必须闪开点,福尔摩斯先生,否则你会被踩死的。 恐怕由于我们谈得太起劲了, 我会把别处等我去办的重要事情给当个了。 这个时候,他也站起身来了。 他默默不语地望着我,悲伤地摇了摇头。 好,好,看来很不错,不过我已经尽力了。 我对你的把戏每一步都很清楚。 星期一以前,你毫无办法,这是你死我活的一场决斗,福尔摩斯先生。 你想把我置于被告席上,我告诉你,我绝不会站到被告席上的。 你想击败我,我告诉你,你也绝不会击败我。 如果你的聪明足以使我遭到毁灭,请放心好了,你会与我同归于尽。 哈哈哈,你过奖了,摩利亚蒂先生。 我来答谢你一句,我告诉你,如果能保证毁灭你,那么为了社会的利益,即使与你同归于尽,我也心甘情愿。 我答应与你同归于尽,但不是你毁灭我。 他咆哮如雷地说着,转身就走出了屋。 这就是我和摩利亚蒂教授那场奇特的谈话,我承认,他在我心中产生了不愉快的影响,他的话讲得那么平静,明确,使人相信他是确有其意的。 一个简单的恶棍是办不到这一点的,当然你会说,为什么你不找警察防范他呢? 因为我确信他会叫他的党羽来加害我,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一定会这样。 你已经遭到袭击了吗? 我亲爱的沃森,摩利亚蒂教授是一个不时时机的人。 那天中午,我到牛津街处理一些事物,刚走过从本亭克街到维尔贝克街十字路口的转角时,一辆双马货车像闪电一般的向我猛冲过来,我急忙跳到人行便道上,在千军一发间幸免遇难。 经历了这次事故,我便直走人行道。 沃森,可是当我走到维尔街时,突然从一家屋顶上落下了一块砖,在我的脚旁摔得粉碎。 我把警察找来检查了那个地方,屋顶上堆满了修房用的石板和砖瓦。 他们对我说是风把一块砖刮下来的,我的心里当然很明白,可是我又无法证明有人加害我。 从这以后,我便叫了一辆马车,到贝尔梅尔街我的哥哥家里,在那里我度过了白天。 刚才我到你这里来的时候,在路上又遭到了暴徒用大头棒的袭击。 我打倒了他,警察把他拘留起来。 我因为打在那个人的门牙上,指关节擦破了,不过我可以绝对有把握地告诉你。 不可能查出被拘留的那位先生和那个退职的数学教授之间的关系。 我敢断定,那位教授现在正站在石英里之外的一块黑板前面解答问题呢。 沃森,你听到这些,对我来到你家首先关好百叶窗,然后又请你允许我从你的后墙,而不是从前门离开住宅,以便不惹人注目。 我一向佩服我的老朋友的无畏精神,今天所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合起来简直够得上恐怖的了。 现在他坐在那里平心静气地讲述着这一天所经历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事件,这使我对他更加钦佩了。 你在我这里过夜吗? 不,我的朋友,我在这里过夜会给你造成危险的,我已经拟定了计划,万事都会如意的。 就逮捕而言,事情已经进展到不用我帮忙,他们就可以逮捕那些不法之徒的程度了。 只是将来还需要我出庭作证,所以在逮捕前的这几天,我显然已离开此地为妙,这样便与警察们能够自由行动。 如果你能同我一起到大陆去旅行一番,那我就太高兴了。 最近一物正好清闲,我又有一位肯帮忙的邻居,我很高兴同你一块去。 明天早上就动身可以吗? 当然可以。 哦,好的,那么这些就是给你的指令了。 我请你,我亲爱的沃森,一定要不折不扣地遵照之行,因为现在我正在同那个狡猾的暴徒和欧洲最有势力的犯罪集团做着殊死的决斗。 请你注意,不管你打算带什么样的行李,上面一定不要写发往何处。 并于今天晚上,派一个可靠的人送往维多利亚车站。 明天早晨,你雇一辆双轮马车,但吩咐你的仆人可不要雇第一辆和第二辆主动来揽生意的马车。 你跳上双轮马车,用纸条写个地址给车夫。 上面写着时往老四街斯特兰德的尽头,吩咐他不要丢掉纸条,你要事先把车费付清。 你的车一停,马上穿过街道,于九点一刻到达街的另一端,你会看到一辆四轮轿轿式小马车在那等你。 赶车的人披着深黑色的陡峰,领子上相有红边。 你上了车,便能及时地赶到维多利亚车站,搭乘开往欧洲大陆的快车了。 那,我在哪儿跟你碰头呢? 在车站,我们订的座位是从前往后数第二节头等车厢里。 那么车厢就是我们碰头的地点了。 对。 我留福尔摩斯住宿,他执意不肯,很显然他认为他住在这里会招来麻烦,这就是他非离开不可的原因。 他仓促地讲了一下我们明天的计划。 接着,他站起身来,和我一同走进了花园,翻墙到了摩迪摩街。 我立即听到他呼哨一声,换了一辆马车,乘车驶去。 第二天早上,我不折不扣地按照福尔摩斯的指令行事,采取了谨慎的措施。 吃过早饭,我选定了一辆双轮马车,立即驶往老四街。 穿过这条街,一位身材魁梧的车夫披着黑斗篷,驾着一辆四轮小马车,正等在那里。 我一步跨上了车,他立即扬边策马,驶往维多利亚车站。 我一下车,他便掉过车头,急驰而去。 我的行李已经在车上了, 我毫不费力地就找到了福尔摩斯指定的车厢。 现在只有一件事令我着急,那就是福尔摩斯没有来。 我看了看车站上的钟,离开车的时间只有七分钟了。 我在一群旅客和告别的人群中寻找我的朋友那瘦长的身躯,却毫无踪影。 我见到一位高龄的意大利教士,嘴里说着蹩脚的英语,谨厉想让搬运工明白,他的行李要拖运到巴黎。 这时,我上前帮了点忙,耽搁了几分钟。 然后,我又向四周打量了一番,我回到车厢里,发现那个搬运工不管票号对不对,竟把那位高龄意大利朋友领来和我作伴。 尽管我对他解释说不要侵占别人的座位,可是丝毫没用。 因为我说意大利语,比他说英语更糟糕,所以我只好无可奈何地耸了耸双肩,继续胶着不安地向窗外张望着,寻找着我的朋友。 我想昨夜,他可能是遭到了袭击,所以今天没有来。 想到这儿,我吓得不寒而栗,火车所有的门都关上了,气笛响了。 此时,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 我亲爱的沃森,你还没有向我道早安呢? 我大吃一惊,回过头来,见那老教士已经向我转过脸来。 他那满脸皱纹,轻刻间就不见了,鼻子变高了,下嘴唇不突出了,嘴也不扁了,呆滞的双眼变得炯炯有神,弯曲的身体舒展开了。 我高声地大叫起来。 哦,天呐,你简直吓死我了。 严密防范依然是必要的。 我有理由,认为他们正在紧迫地追我们。 哦,那就是摩利亚教授本人。 你看。 福尔摩斯说着,火车已经开动了。 我向后望了一眼,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猛然从人群中闯出来,不住地挥手。 仿佛想叫火车停下来,不过,微时太晚了,因为我们的列车正在加速,一瞬间就出了车站了。 福尔摩斯笑容满面地站起身来说。 由于做了防范,你看我们很利索地就脱了身了。 他脱下了化妆用的黑色教室的衣帽,装进了手提袋里。 你看过今天的晨报了吗,沃森? 哦,没有。 那么你不知道贝克街的事吧? 贝克街? 昨天夜里他把我们的房子点着了,不过没有造成重大的损失。 我的天哪,福尔摩斯,这是不能容忍的。 从那个用大头棒袭击我的人被捕之后,他们就找不到我的行踪了,否则他们不会以为我已经回家了。 不过,他们显然预先对你进行了监视,这就是摩利亚迪来到维多利亚车站的原因,你来的时候没有留下一点漏洞吧? 我是完全按照你的吩咐行事啊。 你找到那辆双轮马车了吗? 对,他正等在那里。 你认识那个马车夫吗? 不认识。 那是我的哥哥,迈克罗夫特,在办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最好不依赖雇佣的人。 不过我们现在必须制定好对付摩利亚迪的计划。 既然这是快车,而轮船又和这列车连运,我认为我们已经成功地把他们甩掉了。 我亲爱的沃森,我曾对你说过这个人的智力水平和我不相上下,你显然并未完全理解这话的意思。 如果我是那个追踪者,你绝不会认为我遇到这样一点小小的障碍就被难倒了。 那么你又怎么能小看他呢? 他能怎么办呢? 我能怎么办,他就能怎么办。 那么你要怎么办呢? 订一辆专车,可是那太晚了。 根本不晚,这趟车要在坎特泊雷站停车。 平常总是至少当个一刻钟才能上船,他会在码头抓住我们的。 那别人还以为我们是罪犯呢? 我们何不在他来到之前先逮捕他呢? 那就是我三个月的心血白费了。 我们虽然能捉住大鱼,可是那些小鱼就会横冲直撞,脱网而逃。 等到星期一,我们就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现在绝不能逮捕他。 那怎么办呢? 我们从坎特泊雷站下车,然后呢? 哦,然后我们坐横贯全国的旅行,到纽黑文去,然后到迭埃普。 摩利亚地一定在这种情况下会到巴黎,认准我们的托运行李,在车站等候两天。 与此同时,我们买两个沾睡袋,以便鼓励一下沿途国家的睡袋商们。 然后从容自在地经过卢森堡和巴塞尔,到瑞士一游。 后来,我们在坎特泊雷站下了车,可是下车一看,还要等一个小时,才有车到纽黑文。 那截儿载着我们全套行装的行李,急驰而去。 我依然心情沮丧地望着,这时,福尔摩斯拉了拉我的遗袖向远处指着。 你看,果然来了。 远方从肯特森林中升起一缕黑烟,一分钟后,可以看到机车引着列车爬过弯道,向车站急驰而来。 我们刚刚在一堆行李后面藏好身,那列车就鸣着汽笛隆隆驶过,一股热气向我们迎面扑来。 你看,他走了。 我们的朋友的质地毕竟有限,他要是能把我推断的事推断出来,并采取相应的行动,那就非常高超了。 他要是赶上我们,会怎么样呢? 毫无疑问,他一定要杀死我们的。 不过这是一场胜负未卜的格斗。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这里提前进午餐呢,还是赶到纽黑文再找饭馆? 不过到纽黑文就有饿肚子的危险了。 当天夜里,我们到达了布鲁塞尔,在那里逗留了两天。 第三天,到达施特拉斯堡。 星期一的早晨,福尔摩斯向苏格兰厂发了一封电报。 当天晚上,我们回到旅店,就看见回忆店已经到了。 福尔摩斯拆开了电报,然后便痛骂一声,把他扔进了火炉。 哼,我早就应该预料到这一点。 他跑了。 摩利亚迪吗? 苏格兰厂破获了整个集团,可就是没有抓住摩利亚迪。 他溜走了。 既然我离开了英国,当然谁也对付不了他了。 可是我却认为苏格兰厂已经稳操胜券了。 我看你最好还是回英国去,沃森。 为什么? 因为现在你和我作伴已经很危险了。 那个人的老巢已经被端了。 如果他回到伦敦去,他也要完蛋。 假如我对他的性格了解得不错的话,他必定一心要找我复仇。 在那次和我简短的谈话里,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相信他是说得出就做得到的。 因此,我必须劝你回去行医。 因为我曾多次协助福尔摩斯办案,又是他的老朋友,所以很难同意他的这种建议。 对这个问题,我们坐在史特拉斯堡饭馆争论了半个小时。 但当天夜里,还是决定继续旅行。 我们平安地到达了日内瓦。 我们一路漫游,在龙河峡谷渡过了令人神往的一周。 然后从罗伊克转路前往吉米山岸。 山上依然积雪很厚。 最后,我们娶到尹特拉肯,去买领根。 这是一次赏心悦目的旅行。 山下春光明媚,一片嫩绿。 山上白雪矮矮,依然寒冬。 可是我很清楚,福尔摩斯一时一刻,也没有忘掉横在他心上的阴影。 无论是在淳朴的阿尔卑斯山庄,还是在人际稀少的山岸, 他对每一个从我们身旁经过的人都急速地投以警惕的目光,仔细地打量着。 我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确信,不管我们走到哪里,都有被人跟踪的危险。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通过了吉米山岸,沿着令人郁闷的道本尼山边界步行。 突然一块大山石从右方山脊上坠落下来,咕咚一声就掉了下来,滚到了我们身后的湖中。 福尔摩斯立即跑上山脊,站在高耸的峰顶,严静似望。 尽管我们的向导向他保证,春季这个地方山石坠落是经常的现象,仍无济于事。 福尔摩斯虽然默不作声,但向我微笑着,带着早已预料到会有此事的那种神情。 尽管他十分警惕,但并不灰心丧气,恰恰相反,我过去还从未见过他这样精神抖擞过。 他一次又一次地反复提起,如果他能为社会除掉摩利亚蒂教授这个祸害,那么他就心甘情愿结束他的侦探生涯。 沃森,如果我生命的旅程到今夜为止,我也可以问心无愧地视死如归了。 由于我的存在,伦敦的空气得以清新,在我办的一千多件案子里,我相信我从未把我的力量用错地方。 我不太喜欢研究我们社会的那些浅薄的问题,那是由我们人为的社会状态造成的。 我更喜欢研究大自然提出的问题。 沃森,有一天当我把那位欧洲最危险而又最有能耐的罪犯捕获或消灭的时候, 我的侦探生涯也就告终了,而你的回忆录也可以收尾了。 我准备尽量解明额药,而又准确无误地讲完我这个故事。 我本心是不愿意细讲这件事的,可是我的责任心不容许我漏掉任何一个细节。 5月3号,我们到了荷兰麦林根的一个小村镇,住在老逼得斯泰勒开设的大英旅馆里。 店主是个聪明人,曾在伦敦格罗夫纳旅馆当过三年的侍者,会说一口漂亮的英语。 四日的下午,在他的建议下,我们两个人一起出发,打算翻山越岭到罗森罗伊的一个小村庄去过夜。 不过,他郑重地向我们建议,不要错过半山腰上的莱辛巴赫瀑布,可以稍微绕一些路去欣赏一番。 那确实是一个险恶的地方。 容血汇成激流,倾泻万丈深渊,水花高溅,宛如房屋失火时冒出的浓烟。 河流注入的谷口,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裂缝,两岸促立着黑霉一般的山岩,往下裂缝变窄了,乳白色的。 沸腾般的水流,泻入无底的深河。 半山坡上,环绕瀑布,辟出一条小径,使人能饱览瀑布的全景。 可是小径断然终止,游客只好原路返回,我们也只好转身返回了。 忽然看到一个瑞士少年,手拿一封信,顺着小路跑了过来。 信上有我们刚刚离开的那家旅馆的印章,是店主写给我们的。 信上写着,在我们离开不久,来了一位英国妇女,已经到了费结河的后期。 她在达沃斯普拉茨过冬,现在到鲁塞恩旅游访友,不料她突然咳血。 数小时内,颇有生命危险。 如能有一位英国医生为她诊治,她将感到十分快慰。 问我可否返回一趟等等。 好心的店主斯泰勒在福言中又说, 因为这位夫人断然拒绝让瑞士医生诊治,她别无办法,只好自己担负着重大的责任。 我如允诺,她本人将对我蒙感大德。 这种请求是不能置之不理的,不能拒绝一位身在异国生命垂危的女同胞的请求。 可是要离开福尔摩斯,却又使我愁畜不绝。 然而最后我们俩一致决议,在我返回麦林根期间, 她把这位送信的瑞士青年留在身边做向导和旅伴。 福尔摩斯说,她要在这瀑布旁稍事逗留, 然后缓步翻山而过前往罗森罗伊, 我在傍晚的时候在那里和她相会。 我转身走开时,看到福尔摩斯背靠山时, 双手抱毙,俯瞰着飞泻的水流。 不料这竟是我和她今世的永别。 当我走下山坡扭头回顾时, 瀑布已遥不可见了。 不过,仍然可以看到山腰通往瀑布的完颜崎岖的小径。 我记得,当时看见一个人顺小径快步走上去, 在他身后绿荫的衬托之下, 我很清楚地看到他黑色的身影。 我注意到他了, 注意到他走路的时候那种精神抖擞的样子, 可是因为我有急事在身, 很快便把他忘却了。 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 我才到了迈林根。 老斯泰勒正站在旅馆的门口, 我急忙走过去说, 喂, 我相信他的病情没有恶化吧? 老斯泰勒顿时面成惊异之色, 只见他双眉向上一扬, 我的心不由沉重起来。 我从衣袋里掏出信来问, 你没有写这封信吗? 旅馆里没有一位生病的英国女人? 当然没有。 可是这上面有旅馆的印章啊。 哈哈, 这一定是那个高个子英国人写的, 他是在你们走了之后来到这里的, 他说他…… 可是没等店主说完, 我便惊慌失色地沿着村路急速跑回, 奔向刚才走过的那条小径。 我来的时候是下坡, 走了一个多小时, 可这次返回是上坡。 尽管我拼命地快跑, 当返回来辛巴赫瀑布时, 还是晚了两个多小时。 福尔摩斯的登山障, 依然靠在我们分手时, 他靠过的那块岩石上, 可是却不见他本人的踪影了。 我大声地呼唤着, 可是耳边只有四周山谷传来的回声。 看到登山障, 不由使我不寒而栗, 那么说他没有到罗森罗伊去, 在遭到仇敌袭击时, 他依然待在这条一边是峭壁, 一边是山溅的三英尺宽的小镜上。 那个瑞士少年也不见了, 他可能拿了摩利亚地的赏钱, 留下这两个对手就走开了。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 有谁来告诉我们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被这件事吓昏了头, 在那里站了足足一两分钟, 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 然后开始想起福尔摩斯的方法, 竭力运用他去查明这场悲剧。 我们谈话的时候, 还没有走到小镜的尽头, 登山障就说明了我们曾经站过的地方, 微黑的土壤受到水花经常不断的剑洒, 始终是松软的, 即使一只鸟落在上面也会留下爪印的。 在我的脚下, 有两排清晰的脚印一直通向小镜的尽头, 并没有返回的痕迹。 离小路尽头处挤马的地方, 地面被践踏成泥泞的小道, 裂缝边上的荆棘和羊齿草被扯乱了。 我扶在裂缝边上低头查看, 水花在我周围喷溅, 我离开旅馆时, 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现在我只能看到黑色的峭壁上的水珠熠熠发光, 以及峡谷远处浪花冲击的闪光了。 我大声地呼唤着, 可是只有那瀑布的奔腾, 犹如人声传入耳中。 不过命中注定, 我终于找到了我的朋友的临终遗言。 我刚才已经说过, 他的登山杖斜靠在小镜旁的一块古出的岩石上, 在这块岩石顶上有一件东西闪闪发光, 映入我的眼帘。 我举手取下来, 发现那是福尔摩斯经常随身携带的银烟盒。 我拿起了烟盒, 烟盒下面压着叠成小方块的纸飞落到地面上。 我打开它, 原来是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三页纸, 是写给我的。 它完全显示出福尔摩斯本人的特性, 只是照样准确, 笔法则刚进有力, 仿佛是在书房写成的。 信是这样写的。 我亲爱的沃森, 承蒙摩利亚蒂先生的好意, 我写下这几行书信。 他正等待着对我们之间存在的问题进行最后的讨论。 他已经向我概述了他摆脱英国警察, 并查明我们行踪的方法。 这更加肯定地证实了我对他的才能所做的极高评价。 我一想到我能为社会除掉由于他的存在而带来的祸害, 就很高兴。 尽管这恐怕要给我的朋友们, 特别是给你, 我亲爱的沃森, 带来悲哀。 不过我已经向你解释过了, 我的生涯已经到了紧要关头, 而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样的结局更使我心满意足了。 请告诉警长帕特森, 他所需要的给那个诽谤定罪的证据放在自首为M的文件架里, 里面有一个蓝信封上写摩利亚迪。 在离开英国时, 我已经将博产做了处理, 并已赋予我的哥哥麦克罗夫特, 请代我向沃森夫人问候, 我的朋友, 你忠诚的谢洛克福尔摩斯。 余下的是, 几句话就能说清楚, 经过专家进行现场勘察, 毫无疑问, 这两个人进行过一场搏斗, 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两个人紧紧地扭打在一起, 摇摇晃晃地坠入裂缝, 毫无找到他们尸体的希望, 而当代最危险的罪犯和最杰出的护法卫士将永远葬身在那漩涡激荡, 泡沫沸腾的屋底深渊中。 至于那个匪帮, 大概公众还都记得, 福尔摩斯所搜集的十分完整的罪证, 揭露了他们的组织, 揭露了死去的摩利亚地的铁腕对他们的控制是多么的严密。 在诉讼过程中, 对他们那可怕的首领的详情很少设计, 而现在我之所以把他的罪恶勾当合盘托出。 这是由于那些枉费心机的辩护士们, 妄想用攻击福尔摩斯的手段, 来纪念摩利亚地。 而我将永远把福尔摩斯看作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人, 最明智的。